云南小伙在野外救助受伤猕猴 带回家后灾难降临 自己的数百只鸡竟然都被猴子杀死 这样的惨烈场景在小伙家中接连上演 不料猴子却屡较不改 这是为何 小伙在山里挖野菜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猕猴 这小猴子受伤严重 整个身体都不能动弹 按理来说 动物是十分惧怕人类的 可它由于腿部受伤严重 完全无法挪动身躯 腿上的伤口十分明显 由于不得到及时治疗 加上环境因素不利于伤口愈合 猴子的腿部整个开始溃烂 这么持续下去 也许它以后再也走不了路了 可小伙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救助它 首先猴子这东西性格古怪 它们脾气秉性十分奇怪 如果猴子突然抱起 那么自己可真是得不偿失 况且自己本身就没有救助猴子的能力 一旦惹上什么事 那可真是洗不脱嫌疑了 可猴子看到小伙 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不断地朝着它发出怪叫 仿佛在寻求男子救助一般 男子慢慢地凑上前去 观察着猴子的动向 看起来它现在并没有什么恶意 猴子也收起了自己难看的獠牙 自己如果不管的话 猴子很可能熬不过这几天 思来想去 男子还是决定救助猴子 随即将其带回了家 可小伙一定想不到 自己将有多大麻烦 猴子得到男子救助 却将其家中上百只鸡杀死 猴子在野外受伤严重 幸亏得到男子的救助 不然自己性命堪忧 谁能想到 猴子伤育后 竟然给男子带来了灭顶之灾 猴猴被男子带回家后 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可猴子受的伤实在是太严重了 不光是腿部有伤 就连胳膊也断了 为了让它恢复得快一些 男子的母亲 还为它熬制了不少的中脚药 猴子一开始的表现十分乖巧 知道恩人的救助大鱼山 对家里的猫猫狗狗都十分友善 果然是最有灵性的猴子 然而就在几个月后 猴子的做法让男子气到不行 男子回家后 看到猴子竟然手握母鸡脑袋 而母鸡身上遍体鳞伤 已经咽了气 猴子的身上也有着不少的鸡毛 显然这是猴子的杰作 怪不得自己的家里近期老有鸡死亡 竟然是猴子做的 平时看着温温顺顺 没想到这么心狠手辣 背后的做法让人十分讨厌 男子现在无比厌恶猴子 我一家带你不薄 虽然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但是让你在这里过得十分歉意 现在这样报复我 让我家产损失大半 实在是无法接受 男子做事就要打猴子 猴子被这一幕下的连声尖叫 仿佛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一般 男子刚准备下手就停住了 这么久还是有感情的 随即便将猴子往出赶 不料猴子三两下就跑回了屋里 这下竟然赖着不走了 猴子杀鸡是为了报案 这种说法让人实在是想笑 可事实的确如此 猴子作为有灵性的一种动物 它的学习能力极快 按理来说野猴是很少猎杀家禽的 它也不是食肉动物 根本不会这样做 专家是被男子专程请到这里来的 就是为了知道猴子为何会这样做 专家来到后 给出这样的说法 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可事情的确如此 男子的父亲常年卧病在床 家里条件虽然不好 小伙仍旧凭借努力闯出一番天地 养这么多鸡的原因 也是为了给父亲补充营养 基本每隔两天就会杀一只鸡 猴子在几个月观察中发现小伙非常喜欢杀鸡 为了报恩 猴子才这么做 他以为这样小伙会开心 的确 家里的其他家禽并没有遭到猴子的猎杀 现在专家给出这样的结论 虽然有点无法让人接受 但是猴子的做法让男子损失惨重 现在的他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当初自己不救猴子 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 看着猴子委屈的模样 男子心里也不落人 现在猴子也不走 自己也舍不得他走 毕竟猴子平时还是很乖的 男子逼不得已 就将自己其他的家禽都给卖掉 改为养猪 也是为了猴子能在这里安稳留下来 这样他也不会造成破坏了 可男子这样做 真的值得吗